欢迎回到庶民大投资家 民众都认为不是有超增税收 那应该要还税于名 蔡元总统说 其实要在12月31号召开国安会议来讨论 但是党政人士就跳出来说了 税收虽然超增4500亿 可是你看我们补贴油电动涨 就要扣掉2000亿 然后还有其他的债务要还本 因此实际上可以发放大约剩下2000亿 好了 如果不是这一次民众要求你还税 蔡政府会让大家知道 原来政府帮我们取了多少债务要还吗 是不是继续告诉我们说 经济20年来最好呢 而代理财长阮清华表示 没有说过要在年前给钱 那现在又传出说 政府还是要发N倍券 问题是先前发N倍券的成本 高达20几亿 那现在那么能够拿 这个还税于名的金额就已经不多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浪费好几十亿的成本 来应个券来发放呢 兵哥 其实我觉得 如果只是要发什么N倍券 或是要还税于名 为什么要开国安会议 这跟国安会议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发发这个钱会动摇国本吗 所以这到底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还是就是因为行政院会 不想找这些市长来 然后用国安会议来取代行政院会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整个国家乱套乱七八糟 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财务状况并不好 我们的国债也五兆七千多亿 其实蛮可怕的 然后台电事实上其实已经破产 只是我们一直不把核四那个认列亏损 然后中油今年亏一千五百亿 那其他的一大堆都在亏损 然后劳健保基金也都在亏 那请问一下 这些债务都不用还吗 不用还是准备债留子孙吗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超收这么多 而且据说这几年已经超收了一兆多了 那请问一下 你们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那好 就算真的要还的话 过去你们几次搞这个莫名其妙的什么恩贝券 已经事实证明连审计部都直接打你们的脸 告诉你们说这根本没有效益 跟你们所宣传的效益少了一大堆 去年那个不是少了180亿 所以你干嘛要劳民商才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要多了这些印刷 前置的费用 人事费要多一大堆 不如直接汇到大家户头就算了嘛 我觉得你现金都不要发 除非是那种他没有户头那种发现金 不然正常最快的数据就直接汇到人家户头 所以省事减少大量的这些支出 然后用最多的钱 然后能够直接回馈给民众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 和您怎么看 目前的这些经费 实际上是政府没有告诉大家说 那目前台湾的整体的亏损 到底应该怎么办 而且实际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就是一个有能的执政者 他应该要做长远的思考跟长远的规划 对台湾对中华民国最好 当然是这一笔经费 要直接拿去补亏空 不论是台电 中油 或者是我们的劳健保 尤其是我们的劳保 十年之内最快五年之内 一定面临破产的问题 可是这些钱 如果全部都拿去还的话 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 就觉得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立即的效果 什么效果 当然是选举的效果 对选举最有效的话 那当然是在明年的时候 那马上发钱 马上发钱 兼顾了榜庄 甚至如果又去搞一个什么插背卷 然后那负责的这些厂商 负责的这些标案的一些相关的人 就好像当初陈时中说的 你为什么都找特定厂商呢 陈时中说 因为我相信他们 那相信他们 他们是不是就能够赚一手呢 所以同样的 是不是绿营就缺少了一个 能够把这些钱 让自己的绿友友 发大财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呢 缺少了一个 能够经手这些预算的机会 所以当然了 他们对自己来说 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定是希望 明年要继续发 要把这个钱呢 所谓的还税于民 但是真正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长远来说 应该是要拿去补亏空了 所以谁会觉得紧张 对赖清德会觉得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未来 他觉得自己上台之后 那面临到了这么多亏空 该怎么办呢 他如果有理性思维的话 也会希望钱 应该要拿去补亏空 但是他可能还会在想 那如果我们现在 真的很理性的 把钱拿去补亏空 那万一接下来 是国民党当选了 那我们这不就白做了吗 对吧 所以很显然的 作为一个政客 他的思维 一定不会是长远的 为了国家的利益 他一定是为了 短期的选举的目标 所以这个钱 他一定会发 而且呢 在发的过程当中 自己一定会经过一手 那立文杰怎么看 我觉得事实上 台湾第一个 他在编列这个预算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的 你一个正常的政府 第一个 他不应该超收税金到 4500亿 这真的是表示说 这个政府 对他未来一整年的 一整个支出的规划 是毫无概念的 对于我们的税收的 这个规模 也是毫无概念 这是一件 非常扯的事情 第二个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个人认为 应该把这个 马上要破产的劳保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 多出来的税金 可以先拿来补这个 在劳保上面非常大的 这个亏损跟这个洞 那因为民进党呢 一直为了选举的关系 不敢得罪基层的劳工嘛 所以说呢 对于劳保的改革 一拖再拖 真的是拖延了太久了 已经拖到不能够再拖了 所以其实2024年 不管是谁当选总统 这个总统都非常的难做 因为蔡英文留下了 太多太多的烂摊子 必须要一一去收拾 包括譬如说 苏贞昌拿出来讲的 整个台电的亏损 因为他停掉了核电嘛 也停掉了核四 马上就亏损3000亿 3000亿耶 4500亿去掉3000亿 就只剩下1500亿了 所以其实现在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财务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窟窿 非常非常多的洞在那边 需要去补的啦 那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去补 但是光是补是无底洞的啦 你这个劳保 还是应该要面临非改革不可 那毕竟拿去补这个劳保基金的亏损 毕竟劳保都还是 我们受薪阶级嘛 大部分都是辛苦人嘛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在这个税收多出来的方面 应该全面的去盘点 我们的整个的财务的结构 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 像这些严重影响到 庶民百姓生活的这些 他到底应该要怎样去赶快把这些多的钱 做一些有效的运用 那不然的话 如果他都无能 一个最无能 最没有办法的政府 就是很简单啊 就把钱发回来给我们嘛 就是这样子啊 看起来这也是民进党所选择的啦 所以我就说啦 那民进党所有的人 这些立委啦 苏贞昌啊 都已经早就不管吴一农的选举了啦 所以呢 虽然是王宏威提出来的政见 他们也觉得 很好啊 这个政见照做吴一 反正发钱的是我啊 管他吴一农 反正吴一农一定会落选的 只剩下王世坚还在认真辅选而有干 只剩真的 不是吗 只剩下他还在认真辅逅啊 我没有看到民进党的人在辅选啊 然后民进党呢 一排占开 全部出来帮王宏威的政见背书啊 这很像话嘛 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现在在干嘛 然后呢 哎 苏贞昌就开始又活回来 哎 我又可以发钱了 我还可以分两次发 有没有 五倍券发两次 还不是一次发十倍券了 所以苏贞昌又一下子又活回来了 那你最 我觉得啦 最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因为这是一个失能的政府嘛 那你多的钱就发还给我们吧 免得摆在那里 你苏贞昌跟蔡英文一天到晚 又开始太康太香啊 太好 我这个特别预算 我又可以拿来干嘛 拿来干嘛 那全部通通都是浪费钱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 哎 我们这个国家走到这步田地 也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啦 但是 大家真的不要忘记 劳保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洞 没有补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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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